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我已经住进来了 好 下午六点我不会找你 任志远就算花成了灰 我也能认出来的 任志远 老天劝顾我呀 得来全部费功夫 任志远要自投罗王了 吩咐手下的人 没有我的命令 谁也不准擅自修农 下午六点 任志远一到 我们给他来个一双会 明白 王姐我们先走了 好嘞 我马上也走了 明天见 明天见 雨竹 今天没什么事了 早点下班吧 好 对了 我这儿有两张电影票 你拿去看 这 我临时约了别的事情 没有时间去了 你叫着朋友一起去吧 听说很不错的 别浪费了 那我就不跟您客气了 谢谢王姐 跟我还客气什么 别误了时间啊 再见 喂 帮我接一下电讯组 喂 双局 咱们一会儿去看电影吧 我还没下班呢 你们办公室还有人吗 没什么人了 那你还不走 五分钟以后楼下见 双局 还没走啊 你能早点走吗 特派员他们都忙着去 抓共产党了 哪有空管咱们呀 昨天还给行动队的人 又抓了一回差 弄点窃听设备都要让我们去 我本来约的电影 都只能改在今天了 对了 这次你可是立了功了 我 上次你结婚的那组密电码 真的是共产党的情报 而且我听说 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 特派员一直想抓住的 那个老对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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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是 很 我 邻 Kai 我 一 인이 我 的 le 都怪我不好 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会涉及到志远老师 那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通知志远老师 别去哪儿 这怎么通知啊 我也不知道啊 双局 还没走啊 马上走 我又办法了 什么办法 我可以用电台 给共产党那个常用频率发报 让他们取消见面 这能行吗 一定可以的 那太好了 那这样志远老师就有救了 我现在就去 双局 可是这样 你会不会有危险啊 小姐放心吧 没事吧 好 那走 走 没长眼睛吧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快走 着什么急啊 慌慌张张的 你进去吧 我在这儿看着 好 你进去吧 好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你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没有 不应该这么安静啊 你确定刚才敲门的是饭店的服务员吗 确定 就是这么好去的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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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しく 对 特派员 特派员 我可以走了吗 人带到了 让他进来 进来 有什么话快说 特派员 我昨天在走廊里 看见顾双菊和宿记组的夏宇竹 慌慌张张地 朝天宣室的方向走 什么时候 四点到四点半之间 你不是说你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 我们确实走了 没回来 特派员 我亲眼所见 走廊里的人 就是顾双菊和夏宇竹 把夏宇竹给我叫进来 是 王姐好 早啊 宇竹 昨天电影好看吗 挺好看的 谢谢王姐 不客气 王姐请你吃橘子 谢谢 你说是不是飞行将军啊 是啊 那部电影简直太神奇了 我也看了 里面居然可以听见人说话的声音 还有飞机的声音 就连外国女人的浪笑 也听得一清二楚 是吗 那么神奇 夏宇竹 跟我走一趟 出什么事了 例行问话 夏宇竹 快点 夏宇竹 昨天有人看见你和顾双菊 偷偷进了电讯室 干什么去了 小姐 我 闭嘴 我问你了吗 我们没去电讯室 那去哪儿了 我有东西拉在办公室了 让顺鸡陪我去取 你们这段好姐妹 一点默契都没有 一个说直接从院子里走了 一个说辣东西回去取 我要不要给你们一点时间 让你们对对口供啊 赶紧招了 劝你们一句赶紧招 要不 我就不客气了 夏宇竹 你知道我的手段 要不认识吗 特别远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跟我家小姐不认识吗 你胡说什么呢 姐妹情深 真令人感动 不认识吗 这样吧 你们招供 我保证 不为难你们 但前提是 要毫无保留 怎么样 都是我一个人做的 我昨天 明明是咱们俩商量好的 你干吗都揽到自己身上 你干吗都揽到自己身上 一个一个说 夏宇竹 你说 你不认识吗 我们确实利用上班的时间 去看电影了 主意是我出的 你想怎么惩罚都可以 你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问你给共产党 发报的事 发什么报啊 昨天四点到四点半 你为什么要去电讯市 我没去电讯市 我们回苏纪组办公室了 我当时 把电影票落在办公室的抽屉里 电影快开场了 所以我们才急急忙忙的 双局 是怕利用上班时间 看电影会挨骂 所以没敢说 是跟我回去取电影票的 都是我股东双局的 编 接着编 我说的都是实话 这是电影票 票跟上写着呢 四点半开始 你怎么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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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电影了 去看电影了 好 那你跟我讲讲 这个电影讲的什么内容 我看电影 是什么 我过来 不过来 我看电影 我过来 在后面 我看电影 你自己有种 她的电影 我看电影 你怎么会去 我你怎么会去 跟电影 我说 我就是 你实在是 这个军事 我已经知道了 我曾经被你带过 这么多军事 我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我也是 小姐 我刚才差点就 沉得到这个人太阴险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什么时候去看电影了 我们电讯组有几个同事 昨天也看了这个电影 今天一上班 他们就在办公室里边 机械炸炸聊得可开心了 我就听着了 我的双举真聪明 这陈特派员怎么到现在还回来啊 会不会是在抓内鬼 抽不开身了 你说 我们这真的会有内鬼吗 我看未必 上次说打死了任志远 闹得沸沸扬扬 南京的家奖令都到了 最后怎么样呢 丢人呐 这次又说破获了什么共产党的谜店 秒顺腾摸挂一网打尽 可是又没有如愿 接耳连三的势力 他总得找个台阶下吧 嗯 陈特派员 想干大事 想立竿见影 本身没有错 发力太忙 适得其反 没错 而且我发现这个人吧 爱出风头 能力不大 可排场还不小 朱睿 您这话说到这儿了 我最近可是听说了一些风言风语 说我们上海办事处让一个小丑当了家 他说王东 没有人敢说王西 再说 我们办事处的车本来就不多了 他一个人占了好几辆 上次宁曲市党部开会 最后 是叫的黄包车吧 是 党部那边让咱们去汇报抓捕共档失令的原因 我本想替他说几句 现在看来 让他自己去擦壁了 不等了 开会 进 喂 大白员 内鬼抓到了 是谁 后勤股的吴海成 能肯定吗 此人适度成性 为了还赌债 他千锋百计地窃取情报 卖给需要的人 据他交代 他曾多次进入电讯室 利用电台和满家联系 要钱不要命的蠢货 这次的事项他也认了 还没有 他说这次泄密跟他没关系 可我觉得十有八九就是他 我不管他认不认 反正就是他了 把这件事给我坐实 拿口供 明白吗 明白 快 这 最后我还要说一点啊 这段时间迟到早退的现象十分严重 居然下午四点多 在办公室就找不见人了 这像话吗 你们在这里工作是为了党国 不是来享福的 从今天开始 严格执行工作纪律 谁要是迟到早退 严惩不待 陈特派员 我就要散会了 来得几时时候啊 这几天为了查那一回 忙得是焦头烂额呀 那可真是辛苦你了 都是应该的嘛 对了 党部那边一直想知道 为什么咱们抓捕共党的任务 老是失败 我觉得 在这件事上 陈特派员最有发言权 要不 你亲自去汇报一下 没错 我不仅最有发言权 我还最深得体会 我在外面 拼了命地抓共产党 可偏偏咱们内部不干净 我就是再有能力 行动也不可能成功啊 陈特派员 照你这么说 那这个内鬼 应该是越早抓住越好 否则你老是受这些不乎之冤 变得是太委屈了 托你宋副主任的服务 内鬼已经有眉目了 王主任 请您过目 王主任 请您过目 吴海诚 没错 他已经招工了 前后两次对共产党 任志远抓捕行动 都是他写的命 这个吃里爬外的家伙 无党 无国呀 这可真是要恭喜陈特派员了 终于找到了郑杰索的 他怎么在啊 抓到了内鬼 也好像党部交差了 对了 孟主任 去党部汇报的时候 我想带一名下属同区 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 但是他破获了共党的密电 也算有公职人 这个自然 散会 这次行动失败了 真的 白远 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 那么我希望你们党务调查科 上海办事处 能为党国再立行动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 处长 这是刚刚草拟好的 稳定物价的行动稿 您过目一下 我马上发给个大报社 明天必须见报 你稍等一会儿 顾小姐啊 你是个人才啊 刚从徐英曾的 无线电学校毕业 就破获了共党的密电 活生可危啊 好好跟着特派员干 包你前途无量 是 回答长官的话 大声点 是 程碧姐 对 顾双军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大家是革命同志 什么姐妹啊 称呼职务 萧伟元 对 革命同志 是革了别人命的同志吧 萧伟元 你真会说笑 处长 这稿子我给您放在办公桌上 您抽空看看 特派员 要是没有其他的事 我就先回去了 上车吧 我送你 不用了 我自己回去就行 顾双军 这是命令 上车 坐 坐前面 嗯 顾小姐 如果这次没有你 我就不可能获得 共产党在华阳粉店 街头的情报 你是我的功臣 我只是做好 我的本分而已 说得好 要是每个人都能像你一样 做好自己的本分 还仇灭不了共产党吗 我知道因为过去的一些事情 你对我有看法 甚至很反感 我过去确实做了一些 荒唐的事 现在我自己回想起来 都觉得太可笑了 夏恒轩 跟我无怨无仇 我何必呢 那就是一个荒唐的时期 很多事情 我也是神不用其的 你知不知道我这个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做事太认真 就拿现在来说嘛 整个上海办事处就属我罪嘛 其他的人呢 要不然躲清些 要不然 等着看我的笑话 我的压力很大 我到了 就停这儿吧 顾小姐 和你说这些 并不是想解释什么 只是希望你不要把情绪 带到工作当中 我会努力工作的 谢谢特派员 我看你 干吗呀一大早爱声叹气的 今天又没买到米 你店里全是人 挤都没挤进去 而且米价已经涨到二十块钱一袋了 今天没买着就明天买 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双菊吃早饭了吗 我在厨房吃过 我看啊 双菊以后 就挨着跟我们一起吃早饭吧 陈德道不是说了吗 都是革命同志 分什么尊备呀 程碧姐 怎么了 你不知道吧 陈德道对双菊很是赏识呢 都带她到党部汇报工作了 我 程碧姐 双菊肯定是有苦衷的 她肯定是迫不得已的 有什么苦衷 都不能忘了自己的身份 程碧道是什么人 你应该清楚 我发誓 我绝对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小姐的事 好好地发什么誓啊 好了 我吃好了 小夕让司机备车吧 哎 遇到了 哎 遇到了 要哭了 好 好了 程碧姐是好意吗 都是我不好 小姐 你不会怪了吧 当然不会了 不过 你自己确实要小心一点 程碧道的那个人没有一句实话 你可千万不要被她的花言巧语给磨屁了 双菊 你看这是什么 电影票 上次啊 咱们俩没看上 今天咱们补上 下班了我去找你 嗯 花表最近闹饥荒 上海好像多了很多乞丐 小姐 请休息 给孙女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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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给他们快走 为什么不能给啊 他们都好几天没吃饭了 也许给他们一个铜板 就能救他们一命嘛 小姐 你不知道 这些穷人最可恨了 你给了一个 就会有一堆人都围上来 到时候就走不了了 他们跟我爹娘一样 都是贪得无厌的人 双菊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不应该瞧不起他们 他们虽然穷 但他们跟我们一样 都是有血有肉的 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小姐 给点吃的吧 小姐 好 请请 来 请请 小姐 给点吃的吧 小姐 给你 都去买点吃的吧 可以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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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小姐 可以了 给你 他们知道你给的钱 一堆人都会围上来吧 快走吧 来 差点点啊 刚排啊 差点点啊 刚排啊 晓晓 那我先走了 今天要加班 你不知道吗 加班 特派员从南京申请了一部 大公立电台 今天晚上 所有人都要留下来帮忙调试 我都要留下来 顾小姐 忙忙忙忙忙 晚上有事 我 不要紧 有事先走 我特批 我没事 我可以留下来 怎么突然又加班了 怎么突然又加班了 那好吧 那我只能自己去看电影吗 小姐 小姐 感谢观看 你上次为什么不高而别啊 我当时走得匆忙 天还没有亮 我估计你还在休息 那你也可以写张字条 告诉我一声啊 会给你这儿麻烦的 那 你为什么现在又出现了 我是专程来给你 还手卷的 雨珠 我是专程来向你表达谢意的 谢谢你 雨珠 救了我两次 特别是华安饭店那次 你发来的消息 只管重要 你知道是我 当然 我知道你当时 冒了极大的风险 其实那是双局方忙发的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 我就是不想让你 被陈德道抓住 雨珠 雨珠 你知道吗 你不仅救了我 还救了我们另外一位同志 你真的很了不起 其实我也没做什么 不 你保护了我们一位 极为重要的同志 如果不是你发来消息 我和这位同志呢 就会陷入险境 甚至危及生命 我救了你们的命 对 你救了我们的命 一个这么简单的消息 就可以救一个人的命 寂寞沧桑的月 爬过漫长的夜 又是绵绵细雨 飘落得太肆意 今生那些记忆 一朵绽放着的红尘味 片片花般不满 静音沸水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次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尘味 体会梦的曲折 百转千回 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奖宇辩的红尾 一朵人海中的红尾 作曲折 它是否在哪里 又在哪里 能面对 牵盘的曾受罪 往事怎么回味 埋葬毫不崩溃 一朵绽放中的红橙味 片片花瓣不满 情因泪水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橙味 体会梦的曲折 百准千回不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一朵绽放中的红橙味 片片花瓣不满 情因泪水还是那么绝对 没有一丝后悔 一朵人海中的红橙味 这条路多曲折 百转千回无所谓 勇敢绽放有多美 风不吹 风不吹 或许知道我心碎 想念与你